为了要救父母亲 在警惕的关头 容易向前 受访时脸带笑容 让人万万没有想到 他上周六凌晨 才有过惊心动魄的经历 庄光仲一家就住在 滨岛亚一旦 太上老军庙附近的双层木屋 当天由于好雨不断 山泥倾泻 导致屋子在短短几分钟内 分阶段的坍塌 而他年迈的父母 当时就在屋内 为了出手营救父母 庄光仲和妻子 过程中双脚都被玻璃碎片割伤 个别缝了16及7针 但庆幸的是 父母没有被压伤 逃过一劫 庄光仲说 他的房子已经有60多年历史 这次水灾 估计让他损失30万令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